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能够在线上的一起的崇拜 今年这一次的这个MCO 再一次的把我们没有这个的机会 能够到这个诗题那里一起的来到去见面 不过我们看见这也不能拦阻我们这一颗心 一起的来到去敬拜神 一起以诗歌来的赞美神 一起以神的话语来到赞美神 因为神是信实的 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 Amen 好弟兄姐妹 再要我们开始来到去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 诗篇139篇之前呢 让我们今天来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问题就这么来到问大家 今天若我让大家来到去评估 评估到底你与神的这关系是有多么的密切 OK 来你评估一下 就是你与神的这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你会给你这关系 你与神的这关系打几分呢 0呢 就是很陌生 然后10分呢 就是非常地很密切 很密切的那一种 你会给着你和神 现在你与神的这关系有多密切 打几分呢 0分 10分 还是可能就是一般 就我们做调查的时候都会偏向什么呢 偏向中间5分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现在与神的这关系有多么的密切 那我们来到去想看 那你和你所爱的人 他这个的对象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家中的兄弟姐妹 可能是你的best friend forever 你最好的朋友 或者可能是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 可能是你的孩子 OK 那你再想看 这个是你最爱的 那你和他的这关系 到底是有多密切呢 你又再来到为了这来到去打分 这个和你所爱的这个对象 你与他是有多么的密切呢 今天让我们来到再次来去看 这个诗人 大卫 他与神的关系 是有多么的密切 在我们来到去读这段的经文 来到一起的来到 分享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我们今天早晨 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在一起 在线上 我们也不知道在当中有谁 在线上 但我们知道 神 你 却在当中 我们却知道 上帝你继续的来到引导我们 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到光照我们 你要我们 在你里面 经历上帝你的爱 你要我们经历上帝 你和你这个的密切的关系 主我们愿 在时刻 你继续的来到触摸 你子民 你触摸你的孩子们 欧洲 让我们 藏在你里面 被神 你的爱 充满 被上帝你的话语 你的真理 广照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将祷告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的名 Amen 是的弟兄姐妹 这句话 放心 让神来到 监察你 放心 让神来到 试炼你 让神来到 引导你 这句话 对你来说 是一个 你听了 会怎么样 真的是放心吗 还是提心吊胆呢 让我们看 这个诗篇 139篇 我们发现 我们看见 大卫 他 与神的关系 与这位爱他的 这位神的关系 有多的密切 第一 我们看见 神 他是多么的 这个的理解 你 他多么的理解 大卫 他多么的理解 你和我 我们看见 这个诗篇 139篇 第一篇 第一节这么说 大卫就这么说 这诗人 耶和华啊 你已经 监察我 认识我 大卫他认识 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 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这一位神 他是已经 监察 我们人的心 已经见 已经认识 我们 多么的认识呢 怎么样的 监察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 怎么的诉说 大卫说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然而 你从原处 知道 我的 一念 我一切的行为 在这里 这诗人 这么说 我一切的行为 你都晓得 而你从原处 而你不是 不是在于 近的这个距离 来到去看见 来到去知道 乃是你在远处 你都已经知道 然而你更知道 神他更知道 我们的这个的意念 而第三节 大卫继续地来到去描述 我行路 我倘卧 神他都细查 而大卫说 他也知道 我们一切所行的 神也知道 我们一切所行的 所以不管我们坐下 不管我们起来 他都知道 不管我们行路 我们行走 或者我们躺卧在那里 神他都细查 因他知道 我们一切所行的 不只是外表的 这些的动作 神他知道 然而 在我们口中 所说的话 他没有一句话 是他不知道的 在我们还没有开口 来到说出来到表达出 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他已经知道 而没有一句 是神他不知道的 然而 大卫在这里还说什么呢 神 你就是在我们前 在我的前 在我的后 环绕着我 这个前后 不是讲说 真的是在我们的前面 还是在我们后面 而是来到去表达 在我们的四周 在我们的周围当中 来到时常的 与我们同在 而他按手 在我们身上 所以从这个第一节 到这个的第六节 我们看见 神他晓得 神他知道 神他细查 我们每一个的动作 神更知道 我们一切所行的 在人眼前所行的 或者在人还没看见的时候 所行的 在暗处所行的 他都知道 他也没有一句话 是他不知道的 没有一句话 我们还未说出来 是他不知道的 你今天 你现在 你心里面所想的 你还没有把它表露出来 神他已经都知道 而他在我们的周围 前后 环绕着我们 而大卫是怎么看待 这个无所不知的神呢 他会觉得到 很害怕 有一个在观察着我 我坐着 他也观察着我 我起来 他也观察着我 我在房间里面 做一些东西 他也在那边 观察着我 我很怕 我不晓得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相信 每一个做小朋友的 我不晓得 女生是如何 但是我们做孩子 曾经我记得 小的时候 孩子在房间里面 当我知道有人 来要去观察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会觉得很害怕 很莫名其妙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真的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害怕 但是 虽然我是讲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面知道 为什么我害怕 我相信 你也知道 为什么 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害怕 但是 在这一个的第六节 大卫 我们看见大卫 他怎么样的来到 去看这无所不知的神 他不害怕 而他这么样的讲说 他这样的颂赞说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得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是我们 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我们达不到的 他却没有这么样的来到 觉得很心里面 很不安 他乃是很欣赏 在当中 神这么样的能力 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知识 是我们人不能测的 是我们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位爱你的神 祂是理解你的 祂是理解你 祂知道你一切的作为 祂知道你一切心里面所想 第二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看见大卫 他在这一篇 这一诗里头 也讲述了 描述了 神 祂与我们人同在 祂与你同在 第七 大卫 这么说 我往那里去 可以躲避你的灵呢 我往那里逃 可以躲避你的面呢 有哪一个地方 你能够逃 或者讲 我们不要讲 OK 我们讲说 你能够逃过神的眼呢 没有一个地方 你能够逃过他的眼 有哪一个地方 能够躲开神的这个桶 在神的灵呢 没有 第八 大卫说 我若升到天上 你就在那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换句话讲说 今天或我离世了 我离开这世界 我不管是到哪里 神祂都与我 祂都在那里 不管今天你在槟城 祂在哪里 不管今天你在哪一个的地方 你离开槟城 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回国 或者有一些 在当中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因着公干 需要出国到别的处 但我们知道 不管在哪里 神祂都在那里 大卫说 我若展开清晨的枝旁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祂的手必引导我 祂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所以我们看见 大卫说 神啊 祢尝与我同在 大卫在这里来到去 去送赞 去描述 上帝祂与我们同在 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来到 躲开神的存在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呢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见 神祂常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不晓得你有听过 这个广告吗 也是从一首歌 就这样 I will follow you 我们知道 那时候应该是 我在college的时候 最红的一种广告 就是那个DG的 DG的广告 就讲说 不管你在哪里 他们都尽量的 在那个地方 都有那个信号 不过但是我们知道 口号是这么喊 但是不一定 有一些地方 还是没有那个信号 但是神祂不是 祂是无所不在的神 祂常与我们同在 不过有一样东西 是更重要的 就是 大卫来到当中 来到去诉说 是的 神祂常与我同在 但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见 大卫在第九节这么说 祂与我们同在 祂常引导我们 祂常扶持我们 祂不只是与我们同在 但乃是和来到在当中 不是这样插着手 有啊 我跟你一起在 我跟你在一起 不 而是祂在你的生命里面 祂引导你 祂扶持你 所以我们看见 这位爱我们的神 祂理解你 祂与你同在 祂与你同在 祂要来到 引导你 要来到扶持你 而当我们来到 在读这第十一节 跟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 大卫在这里 他说了这个 他这么说 我若说 黑暗必定压碎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暗 在这里 我们可以理解到 在这里 大卫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讲说 若这个黑暗 能够来 若这个黑暗 影响到我 仿佛就好像 把我的整个生命压碎一样 仿佛把我这个 周围的亮光 都变成黑暗一样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 在人的眼中 就仿佛看得 好像没有明天 是多么的压力 我不晓得 在当中 当弟兄姐妹 受到 这个疫情 的情况 或者讲说 在这近一年 你看到这些数据 慢慢一致一致的增加 你看到 有人离世 你看到 这个的 疫情 是多么的可怕 是不是 仿佛就如 大卫在这里的描述 怎么样呢 黑暗 必定压碎我 即使我周围的 这个的亮光 也必成为 这个的黑暗 听起来 是多么的可怕 若你不是一个 积极的人 我相信 这会使到你 更加的担心 更加的担忧 仿佛 没有明天 但是 在十二节 大卫继续 这么样的表达 黑暗 对你再不是黑暗 黑夜 却如白昼 发亮 黑夜和光明 在你看来 都是一样 而这一句话 告诉我们 什么呢 大卫所认识的 这一位神 这位真神 这位爱他的神 爱你的神 在任何的困境中 对神来说 都是一样的 黑暗或光明 都是一样 在神的眼中 都是一样 在任何的困境里面 遇到狱情 或者没有遇到狱情 在神的眼中 都是一样 神 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 祂都仍然的 与你同在 与我们同在 而这困境 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联想到 这个的疫情 但若我们 更来到去 细细的来到去思想 什么东西 来到使到你忧郁 使到你害怕 使到你担心 我相信 大卫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时候 所以他这么样的 能够来到去 描述 把他来到去描述 出来 但是 大卫 在这里 因着 神 他的同在 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在神里头 是有多么的盼望 因为他认识 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 黑暗和光明 对他来看 都是 一样 你今天所遇到的 这个问题 你生意很好 或者你生意很差 在这样的一种困境 对于神来说 都是 一样 他一样的 与你同在 你今天所栽种的 有结果子 或者没有 无法地来到 结果子 在这两者 对于神来说 都是一样 他都与我们 同在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题 遇到这个的 逆境的时候 我们或许会想 上帝应该是 离开我们了 上帝应该是 没有步步与我们 同在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想来到去 接着这一段的经文 来到去 告诉你 无论在任何的困境中 神 祂都常与我们 同在 因为这就是 爱你的神 而第三 在这个 第十三至十六节 我们可以看见 神 祂精心地 造我们 而我们 每一位 就是你 和我 还有你身边的人 每一位 每一个的生命 不管你是 眷权的 或是你在身体上 有缺乏的 你都是神 奇妙的 创造 大卫在这个 第十三至十四节 他说 我的肺腑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经偏制我 然而 大卫因着 这 神的这个 的创造 他再次 他说 我要称谢你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 是一个 奇妙 是一个 受造的 奇妙 作品 大卫说 你的作为 真的是奇妙 这是 他都知道的 你曾经想过 这个的 你曾经来到 这么样的 思想 当你看到 你自己的 生命的时候 你看到 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 神奇妙的 这个的 创造 大卫在这里说 你的作为 何等奇妙 这是 我心神 知道 而 是在 暗中 受造 在地里 深处 被塑造 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的 形体 就是 大卫 没有一个 形体 是并不像 神隐藏的 就是上帝 他知道的 他知道 是怎么样的 来到 去形成 神 不是 闭着眼睛 就反而放一边 但是 在这里 能够体会到 他说 描述 神 他是 看见 他是看着 他是双手 来到去创造 你的这个的生命 你这个的肉体 我未形成的体质 你早已经看见了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可以来到去 从这个第13至16节 我们可以来到 这么样的来到 去重组 我的肺福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经偏制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我心知道 你的作为奇妙 我的体型 并不像你隐藏 当我在暗中 受造的时候 当我在地的 深处被造的时候 我的形体 并不像你隐藏 在我未形成 的体质 你的眼 早已看见 所以 我场位度的医治 就是你所定的日子 都在你的册子 写上了 所以这就是 爱你的神 弟兄姐妹 这就是创造你的神 弟兄姐妹 当你来到读这一篇的时候 你有感到很兴奋吗 你有感到 哇 我是多么的 这个的特别吗 所以 所以依着这一个的特别 我们更要来到 向神来感恩呈现 而更要把他 好好的活出来 好好的让神来到 去使用 你是奇妙的作为 爱你的神 他理解你 爱你的神 他与你同在 爱你的神 他精心地造你 当我们来到去 我们了解这三点的时候 哇 有一位他理解我 当我们说没有人理解 没有人知道我能够了解 我心里面所想的 我心里面所要表达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身边的人 我们很 因着这么样 我们觉得很无奈 哎呀 为什么能误解 误解了我 我所要表达的不是这么样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 但是今天 当你知道有一位 他是理解你的 你心里开心吗 当你知道有一位 能够常与你同在的 你感到安全吗 当今天有一个说 他是精心造你的 你有更珍惜你的这个生命吗 弟兄姐妹 或许除了神 也有 当中 我们讲说 也有一些 能够来到去 仿佛好像很了解你 很理解你 仿佛好像能够常 与你同在 能够看到你做什么 看到你在行什么 也能够因着一些东西 能够来到去 知道 也在当中 也或许能够预测 你知道今天 在这个大数据的 这个世界 或者充满着 很多电眼的 这个世界 诶 这大数据就仿佛什么呢 诶 感觉上好像能够理解 我刚刚仿佛 今天我讲 诶 怎么我心里面 所要买的东西 突然间当我们来到 搜搜手机的时候 诶 这些的物品 这些广告 就会出现在 我们的镜头里面呢 诶 哇 现在的科技 好像能够来到去理解 诶 现在的科技 能够知道我到哪里 我带着一个电话 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 诶 某某人 真是能够来到去 仿佛好像能够来到去 知道我行到哪里 这样的一种的科技 你兴奋吗 他仿佛常与你同在 而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 不晓得弟兄姐妹 当初当你第一次接触到 这个的电眼 或者CCTV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如何呢 我记得在工厂工作的时候 在我们的办公室 那时候 当我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的CCTV电眼 还不算是一个 很普遍的一个的东西 科技 但是突然间 记得突然间 当公司这么样的一种的策略的时候 讲说每一个办公室都要安装一个的这个电眼 CCTV 在这样的一种的通告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身边的同事都觉得很没有安全 我被人来到去监视了 我的一举一动 不知道是谁看 我们在猜 或者是不是老板就在镜头里面 一直看 看 看 看你做什么 你在看报纸 你有没有在工作 常看见 常地来到去观察你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 很害怕 这些的科技 仿佛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 它仿佛都好像能够理解 尝试要来到了解 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一些的测试 一些的这些的大数据 能够来到去预算 就我们知道 就是好像现在的这个的科技 就是以大数据来到去预测 哪里是人潮多的 然后之后 疫情的这个高风险 哇 你没有发现到 这一些的大数据 就好像仿佛 好像要扮演神的这个角色呢 是的 很多时候 我们看见 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的进展 我们人都仿佛 怎么样呢 就是很想 好像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 来到帮助 来到改善这个的世界 或者这个的社会 的确 当我们来到去看见这个大数据的时候 如果你是会 你是 你是 理解 或者讲说 你手里 有了很多这些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 你要做的东西 是能够 是 很多的 它就仿佛 好像什么呢 它就仿佛 好像一把刀 这一把刀是怎么样呢 它是中力 它是能够来到 为你 效力 能够在厨房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同时 这一把刀 也是一个 能够伤害 一个生命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见 有这样的这个的能力 能够理解你 能够与你同在 或许今天可能还没有 这些科技还没有到一个 能够来到去照你 但是有这两点 你已经觉得 哇 好厉害啊 这个的能力 但 为什么 当 有一些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对你来讲 你还是不放心 而神 有这个的能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 看 是不是也同样的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 上帝在 看着我 上帝在监督我 看我的一举一动 我去哪里 他都跟着我 我不晓得 你心里面 是不是这么样的 想呢 而今天我们要看到 这一线之差 到底是 什么 回事呢 接下来 我们要看 大卫的 这个的 下一段 话 大卫 他有没有 因着神的 这样的一种的能力 神能够理解 神能够尝与你 我们同在 神他是创造人 而感到 没有安全感呢 而在这里 我们看见 大卫没有 大卫没有 因着讲说 神他知道这一切 而感到没有安全感 然而他还说什么呢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就是这么样 这么样的宝贵 这么样的珍惜 神的他这样的一种能力 然而不止这么样 大卫说 在这个诗里面说 我睡醒的时候 仍要和神同在 要和神同在 不是被逼的 和神同在 乃是大卫自己的 很渴望的 想要和神同在 这是大卫的回应 为何呢 为何大卫不害怕呢 不会觉得 哎呦 这个神很可怕 他时时刻地跟着我 我好像没有私营一样 没有privacy 但是大卫却 这么样的回应 讲说 我睡醒的时候 我仍要与你同在 今天政府 若政府有这个的能力 他有很多你的这个的资料 有很多的电眼 这样来的 就一直看 你出了门 你上了车 你到了什么地方 一切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手中 你会好像大卫 这样的一种回应 对这个的政府 或者对这个掌权者 这样说 哇 我要与你同在 看到镜头的时候 你会跟他笑一笑一下 你会吗 为何你不会呢 我相信从 我知道在这样的一种的 科技进步 科技的这个的时代当中 特别在某一些的国家 在这一方面都很发达 已经在我们马来西亚前头了 但是 百姓 会因着这么样而开心 而讲说 哇 我们在同一阵线 好像没有 为何呢 因为 为什么大卫 这么样的回应 很积极的原因 想说 我要和你同在 要和神同在 因为神是善的 有了这个的能力 但若那一个 有这能力者 他不是善的呢 没有一个人 能够感到很安心 乃是带着提心吊胆 但是 神 他是善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大卫的诗里面 大卫因着神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他没有感到害怕 然而 他仿佛好像 整个人 放心 放手 这样 来到让神 回绕着他 在他前 在他后 他不管去到哪里 都有神的同在 他感到很安全 因为 神 他是善的 若 这一位 他是恶者 那我相信 你不会感到 这么样的 安全感 所以我们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与神同在 也意味着什么呢 也意味着 就是要远离恶行 要恨恶 弟兄姐妹 与神同在 就是要远离恶行 恨恶 为什么 因为神 他是善的 所以大卫在这个第十九 这二十二篇 二十二节 这么说 神啊 为愿你杀戮恶人 你们好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他们说恶元 顶撞你的 你的仇敌 汪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既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既不恨 正恶他们吗 我恨恶他们 到几点 以他们为我的仇敌 这是什么呢 这意味着就是讲说 以这一个 作恶的 以恶的来到去 分离 分别出来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能够看见 神 他是善的 所以大卫多渴望 要来到去 远离这些 作恶的 以神对敌的 弟兄姐妹 若我们要更 深入地来到去思考 这所谓的恶人 就是什么呢 以神对敌 与神对敌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多么的享受 他享受在神的爱里面 因为神他是善的 因着他是善的 所以他不因着神 他多的了解 他常与他同在 精心地来造 而感到很害怕 乃是他这么样的回应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所以神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所以神 求你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监察我什么 试炼我什么 二十四节怎么说 看 在我里面 有什么 恶行的没有 因为 大卫他知道 神是善的 他 知道 神 他不惜悦恶行 所以在这里 大卫说 求你来到监察我 他很放心地 来到让神 来到去监察他 是因为他已经 在行为上 在信思一面 他已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没有犯错的人吗 当我们看见 大卫的一生的时候 他不是完全人 他是软弱的人 但大卫在这里 这么向神来祈求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我心里面在想什么 求你来到试炼我 你不只是check 他也愿神来到去试炼 test 来到去test 你心里面是真的吗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经常的遇到 很多的这个的试炼 这个的试炼 是要来到 使我们跌倒吗 这个的试炼 是要我们 与神的关系隔绝吗 没有 这个的试炼 这个的监察 是为了 是为了 要看 我们里面 有没有什么 恶行 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去看 放心 让神 来到去检查你 放心 来到让神 来到去试炼你 你有经历过 这么样的一种的 情况吗 你 真的是放心 放下你的手 来到让神 来到去检查你吗 在这几年的服事里面 有的时候 有这个的机会 能够来到 常道医院 陪伴一些的弟兄姐妹 来到道医院 而在 这个 这个的 检查的这个过程里面 发现我们 有的时候 不放心 不放心 让神 不放心 让医生 来到去 去 检查 检验 我们的这个 状况 我们的这个身体 很多时候 在对话里面 或者在自己的 来到去 问自己 为什么不放心呢 第一 因为你质疑 他的能力 第二 就是 你害怕 今天 神说 你放心 让我来 检查你 你放心 让我来 失恋你 真的能够放心吗 若过去 以往 这个的经历 是你不放心 很难的来到去 把你的双手 来到放开 那盼望今天 当我们看见 这个诗篇 139篇的时候 是 我们都知道 神 祂有能力 我们都知道 神 祂是 无所不在的神 祂是那位 创造我们的神 但我们今天 也不要忘了 神 祂是善的 祂检查我们 祂试炼我们 不是要让我们 无法地抬起头 祂乃是要我们 在当中 以这个的恶 来到去 分别出来 大卫 向神呼求 求你 检查我 他之前 虽然 表达出 很硬的 就是 这些的恶人 离开我 很坚定的 这些 就讲 这群 这就是 抵挡神的 这一群人 离开我 不要和你们 有这个的关 不要和你们 有这个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 这一段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们仿佛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 模范神 但 大卫知道 他不是 他需要 他也知道 他需要神 来到去 检查 来到去 试炼 我们的这个 心事 意念 看里面 有没有 恶行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愿 弟兄姐妹 我们愿当 借着神的话语 来到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上帝 祂是善的 祂是爱我们的神 而当你知道 这个的医生 是多有能力 而这个医生 他不会乱乱来 不是因着 要赚你的钱 而你知道 这个医生 他今天 所用的这把刀 这个的契机 要在你的身体里面 割着一把刀 不是害你的 乃是要医治你的 当你放心 让他来到去 医治你的时候 他的果子 就是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在这24节 最后 我们也看到 放心的 让神 引导我们 走 永生的 道路 在时刻 让我们 与一首诗歌 我们 来到 与这一首诗歌 来到 回应 也盼望 在这一段的时刻 也 借着这一时刻 你与神 来到 祷告 求神 来到 去 检查 神 让我放心的 让你来检查我 我放心的 来到你 试炼我 我心里面 如果有一些 什么不好的 这个思想 祝我们知道 祝我们知道你不是要来到定我们的罪 你要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的思想 这一切的恶念 不是属于神的 你要我们把教育来到去抛开 带着神 你这新的这个生命 让我们以这一首诗歌 让神的爱 如水来到教育我们 我们一段的时间来到去 向神来到去回应 来到祷告 你默默的来到祷告 我们请努奔来播 这一首诗歌 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爱入的水调光我 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 原先灵性记忆 充满我 是我自由 我愿生前顺服你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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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爱入的水调光我 让你爱入的水调光我 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 我愿生前顺服你记忆 我愿生前顺服你记忆 我愿先借着孤独的指引 静静跟随你 让你爱如的水条关我 充满我心山出雾亭落魂 愿先临近听众闻我 是我自由 是我自由 让你爱来显得我显明 为你而我荣耀你 我愿先借着孤独自你 静静跟随你 我愿先借着孤独自你 静静跟随你 是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的静静跟随神吗 你愿意的被神的爱来到去教官你吗 神他爱你 他要和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 而他愿你就好像大卫一样 愿意的常和神同在 碎形的手依然的和神同在 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要来到建立他的 他是要来到引导他的 这位神也是一样的要来到引导你 要来到带领你 在这个永生这个道路 在里头是充满的安全感 心里面 生命里面的一切的污秽 他比一个一个的来到光照 而要我们在他里面 经历那真正的自由 神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 我们要谢谢你的爱 我们要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 你细心地来到检查我们一切的这个的行为 我们的心思一连还没说出来的 神你都在当中 你都参与在当中 因为神你爱我们 而我们知道 上帝你要更新我们 你要建立我们 你要引导我们 我们为着在现下的每位弟兄姐妹 诚心地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 我们愿上帝你自己来到赐福于他们 你带领他们 你从今开始你在当中 继续地来到带领他们 引导他们 让他们自己地来到经历 神你的这个美善 经历你脱离这个的罪恶里头的时候 就看见这自由是多么的自由 而在这个的 欲行的这个困境当中 也依然的有神 你的这个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 我们真的恳求上 你继续地在我们生命里面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愿你的名 的荣耀 我们将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 保贵的神的名 Amen Amen 愿这十篇 一百三十九篇 能够继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愿神赐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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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